Francis,如果说绿色科技,可以说是与ESG,即是环境、社会和企业本质分不开? 绝对是的,简单理解,如果一间公司大量采用绿色科技来减碳,对整个环境和社会都有好处 又因为多用了绿色科技,在一定程度上都帮到减省成本,自然对公司的长远营运都有好处 你说绿色科技和ESG是不是不可以分开呢? 其实为什么企业要引入ESG呢? 好问题,ESG可以说是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,特别是中小企 如果将ESG思维融合到业务运作和决策里面,为业务加入环保元素 有助防止有形和无形的经济损失和风险 ESG也有助中小企特出他们的产品、服务和品牌形象 通过ESG概念提升生产力和降低营运成本 长远来说,能够帮助中小企维持业务增长 甚至拓展新市场和吸纳新投资者 那看来企业又没理由不实施ESG 但是不是很难才能做到呢? 那又不是,简单好像将被用电器的电源截断 和采用箱面影印都已经达出了ESG的第一步 如果大量用上绿色科技,会更加理想的 要环保最直接就是用一些环保方案或者技术 选择服务供应商都可以和绿色科技或者ESG有关 数据中心和科技可以说是不可以分割 数据中心用电量高,它们又是怎样做到减碳排放这个目标的呢? 这个气候的变迁带来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Econex作为一个全球数码基础设施的企业 我们很有责任地应该要符合到 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因此Econex在去年 我们已经定立了一个以科学为本的减排的目标 我们希望在2030年或者之前达到碳中和 令到他们叫做范围一和范围二 即是直接和间接碳减排可以达到2019年的50% 另外我们供应商都要求他们在2025年之前 将他们的减排目标写在他们公司的计划里面 藉此可以推动到2030年之前可以达到碳中和 其实我们也定立了一连串的一个不同的策略 推动了这个绿色环保和这个智能的项目 第一点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用到100%的再生能源的一个应用 第二方面就是在这个智能和智元方面 自从我们在2011年 我们实施一系列的智能的措施以来 其实我们每一年已经可以减到大约是32,000亚的电量 同一时间也是减少了64万吨的碳排放 我们全世界的数据中心比起2015年 我们是多了超过一倍 但是一个我们经常用来量度我们这个能源效益的一个指标 我们叫PUE 我们已经由以往的1.62 现在是递减到1.51 另外一个就是绿色建筑 在我们设计这个数据中心的时候 我们一直秉承一个高效率智能的一个设计为原则 现在在全世界我们Ecronix的数据中心 已经有超过69% 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绿色认证 环保的面积已经是超过1,770万平方英尺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创新协助 我们在2020年 我们也投资了1,400万美金 在全球建立了一个圆球却月效能中心 希望通过这个中心 是不断地提升我们道具中心的效能和效果 而是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企业引入越多绿色科技相关的产品或方案 就越能够满足ESG要求 足以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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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养 安全 焦 能盖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